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控制流这一节的介绍 可能大家更容易会理解和体会一些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计算和计算的流程 还有运算语句 控制流语句 以及最后的定义语句 那么其实在Python语言当中 我们或者说学任何一种程序设计语言 我们在学习语法的时候 更多的是涉及到这些语句 那么除了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之外 那么剩下的就是学各种各样的语句 那么这些语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分类 跟我们的数值 就是对于数据类型来进行分类一样 像有简单数据类型 有容器类型 把它进行把数据对象进行组织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待会也可以看到 计算和这个数据 它其实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 那么数据里有什么样的结构 那么在计算里头 其实差不多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首先说计算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对于数据呢 它是描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实体 和一些现象 它的各方面的这种属性和性质的 那么所谓的计算呢 就是我们对于现实世界当中 它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现实世界呢 不像是一个静止的一个东西 它总是在不停地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的过程 我们把它描述出来 进行抽象 那么这里头的抽象呢 就是我们感兴趣的那个过程 以及感兴趣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最主要的那个线索 它在如何去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 那么过程和对于这个对象的这个处理 处理和过程的这种抽象 那么这就是一个叫做计算 那么实际上呢 各种类型的这个数据对象 都可以通过各种的这种运算 也就是各种的处理 各种的变化过程 来组织成更复杂的一些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对于数值的数据对象 就可以做比如说乘法 加法这样的一些处理 那么我们可以加法乘法 把它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这种呢 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计算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字符创 也可以做运算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看到像ABC加123 那么显然就不是说是 1加2等于3这么简单 那么对于字符创 比如用加的话 那么在Python语言里头 表示的呢 就是把两个字符创连接在一起 那么当然对字符创的也可以乘 就是做乘法 乘以3 那么其实也挺好理解 乘呢就是复制 就是copy 那么乘以3呢 就是把它复制三次 所以像ABC加123 再乘以3 就是ABC123 ABC123 ABC123 得到一个更长 更复杂的一个字符创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可以调用一些 分装起来的黑盒子 这些黑盒子里边呢 它也做了一些 各种各样的处理和变化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并不需要关心它 也就是我们用一个名称呢 把它封装在一起了 比如说我们求这个平方根 求平方根的这个数学上的算法呢 它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用到这个 求平方根这么一个黑盒子的处理方式 我们只要import这个数学的模块 然后调用数学模块当中 求平方根的这么一个功能 再加上把12放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经过这个黑盒子里头的 一系列的复杂的运算 到最后呢 给我们一个3.46 41016这样的一个 伏点数 这些数据对象 所以呢 我们说所谓的计算 就是把各种各样的 类型的数据对象 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然后呢 还得到一些数据对象 那么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计算的过程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计算语句 当然就是求表达式了 就各种各样的表达式 和刚才我们说的 用名称封装起来的 一个黑盒子的功能 功能单元 那么计算机呢 除了做计算之外 它还应该把这个中间的结果 或者说把处理的结果 再保存起来 所以计算再加上存储 那么所以呢 就有了这个复值语句 就是如何把表达式 它得到的这个结果 中间结果也好 最终结果也好 放到一个地方去进行保存 保存完了以后 我们还能够找到它 所以呢 这就叫做复值 我们把表达式的这个值呢 复给一个变量 进行这个引用 所以呢 复值语句呢 就是用来实现 它的作为表达式 进行处理 然后呢 复给一个变量 进行暂存 那么所以这里头 包括了表达式计算 后面介绍到的 这个函数调用 最终的这个复值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 也可以看到 12乘以34 它是一个表达式的计算 然后把计算的这个值 复给了 复值给了N 这样的一个名称 这个N呢 就是成为 它的这个表达式计算出来 得到结果的一个标签 就是408 这个结果 贴了一个标签 名字叫做N 我们将来呢 就可以用N 来引用 这个它的计算结果 408 那么第二个也是 函数调用 我们从数学模块当中 求一个平方根 求2的平方根 然后求得了以后 这个结果呢 把它复值给P2 那么P2呢 将来这个名称 就作为这个结果 数据对象的一个标签 将来我们用到 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P2 来代表这个一长串 1.414213 点点点这些结果 当然不光是说 这些简单的数值的对象 就包括这个代码 对象本身 其实也可以 把它进行引用 比如说我们 这个求平方根 这么一个功能 这么一个黑盒子的 一个功能 其实也可以把它 贴上一个标签 做一个名称 PFG 那将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PFG 它其实是指向了一个 黑盒子处理的 一段的代码 将来要引用 这段代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PFG 来进行引用 比如PFG括号2 这还是求这个平方根 那么这种呢 这个负值语句 进行一个结果的运算 有一些表达式 然后得到的值 负值给一个名称 然后也就是 把这个名称 作为标签贴在 这个结果上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在Python语言里头 最基本的一个语句 叫做负值语句 也就是运算 然后负值 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 基本的语句之外 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些语句呢 进行组织 我们在前面介绍 数据的时候 也是 我们用 比如说用这个整数来描述 描绘学生的年龄 用一个字符创来描绘学生的姓名 用一个图片呢 描绘这个学生的照片 但是呢我们需要把这些数据呢 给它组织在一起 然后成为一个学生的各方面的信息 那么就要需要有容器 那么计算语句 运算语句也是一样的 我们单条语句呢 我们计算机呢 并不是说只是像计算器一样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要让计算机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就需要把这些语句呢 以某种形式也组织在一起 当然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就是我们这个顺序结构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组织结构呢 就都统称叫做控制流 因为计算机呢 它是受控制的 那么这些控制成为一个执行线索的时候 我们就称作于它叫做一个控制流 所以控制流语句就用来描绘这个语句组织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首先最基本的就是所谓的顺序结构 也就是写 我们在前面讲Python语言的这个特性的时候 其实也讲过 就是语句呢 它是从上往下一个一条一条的排下来 那么从上往下就排下来呢 那这是一个顺序结构 那么它进行控制的时候 总是先执行放在上面的 然后呢执行I字的下一个 再执行I字的下一个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控制结构 叫做顺序结构 那么第二种控制结构呢 就是条件分支 那么当你一个一个A执行完了以后 碰到了这个B语句 这是条件语句 那么它当中呢包含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就判到如果条件成立 我就是执行C 如果条件不成立 就是执行D 那这样的话 由一个条件来决定 你接下来执行的是哪条 那么这就改变了程序的控制流程 那么这种呢是第二种 这个控制流 就是条件分支 它会分开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循环 那么不停地重复地做一件事情 是计算机最擅长做的事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对这个程序的控制流进行组织的时候 也必须有这个循环和重复的结构 那么一般来讲也是这个图里头所示的 算先做A 这是然后顺序的再看这个B B呢包含了一个条件 如果条件成立的话 那么就执行C C执行完了以后 再回过头来 再去看这个条件还成立不成立 如果它仍然成立 那么就反复地执行C 反复地执行C 如果等到哪一次判断条件不成立了 那么就绕过去执行C后边的那些 所以这种就叫做循环结构 那么其实所有的这个算法语言 高级语言里头 它基本上都是包括了像顺序 条件和循环 这三种结构 那么不同的语言当中 其实他们用的这个语言的关键字 也都差不多 比如说条件语句一定是if 然后循环语句呢 有大部分用for 也有用while 都会有语 都会用的 那么顺序结构呢 它不需要有特别的这个语句 来关键字来指定 你只要按照它这个原代码的顺序 一个一条条排下去就可以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其实各种程序设计语言 都是大同小异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 一种这个组织的方式 这种组织方式呢 它并不是对于这个控制的流程 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 那么它是呢 用来把一系列的这个语句 给它集合在一起 给它贴一个标签 就是按一个名称 那么这种呢 叫做定义语句 那么安装这个名称呢 以后它就能够描述一个 包含一系列的这个处理过程的 一个计算单元 那么这个计算单元呢 这种这些语句 老是经常的放在一起 会被在这个程序的这个地方用 然后程序的另外一个地方 还会用的它 再换一个地方还会用的它 如果要经常用的它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第一个 会想到的是什么 把这些语句 比如说有20条语句 你把它copy paste的一份 放到代码的另外一个地方 再copy paste的放在第三个地方 那这个呢 带来的坏处在哪呢 第一个呢 是程序原代码变长了 你去调试它呢 特别的不方便 第二个呢 一旦你这20条语句的功能 当中呢 有一个地方 做了一个小的调整之后 你就要到你的程序的 所有的地方都要找到它 都要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呢 肯定是对于这个效率呢 是非常的低下的 所以我在高级语言当中 就引入了一个新的结构 叫做定义语句 那好 如果经常用到这25条这个语句的话 那我就把它打包在一起 贴一个标签 给一个名称 那么将来呢 用到这20多条语句的地方 我就引用这个名称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呢 这种叫做原代码的附用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定义语句 比如DF这个语句 那么DF语句呢 是用来定义一个代码块 然后给它给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就叫做函数 比如我们定义了一个 sum list这个函数 后面括号呢 这是参数 现在我们不深入的讲 什么是参数 但是总之呢 我们看到 在DF语句下面 从第二含到第五含之间 这四含语句呢 它是在DF里边 也就是把这四条语句 打了一个包 给一个名字叫sum list 将来在第八含我们要用到这个sum list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函数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属性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第十二含去调用它 去调用它 那么所以呢 在将来只要到用到这些第二含到第五含的这些代码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呼唤这个sum list的这个名称就可以了 这种呼唤呢 在英语里头叫做call 叫做调用 那么当然 在定义语句里头 在Python语言里头 最基本的定义语句有两个 一个是定义函数 方选 一个是定义类 class 那么类呢 要 它是一个面向对象的概念 它比函数呢 要更加的进一步 它呢可以把多个处理同一个这个对象实体的这些函数呢 给它放在一起 还有一些属性的也都放在一起 成为一个封装在一起 然后再贴一个名称 那么这种呢 是面向对象的这种方式 那么总的来讲 函数和类呢 它其实都是相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数据对象而言 它们是一种代码对象 它们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代码 然后把它封装在一起 给一个名称 这叫代码对象 那么代码对象呢 就可以呼唤它 call 就是我们叫做调用它 那么可以调用函数 但是也可以调用类 只要是代码对象 我们都可以调用 那么调用呢 可以就可以让它实施 这个对象当中所包含的代码的一系列的处理 那么处理完了以后 它通常呢 它也会返回一个结果的一个数据 它可以得到数据对象 那么Python语言当中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定义语句 定义了一些其他的代码对象 那么在Python语言里头 把所有的这些 可以调用的这些代码对象 这些事物呢 都称之为 它有个专门的名称 叫做callable 就是可调用的 那么可调用的 我们目前典型呢 就包括函数的定义 包括类的定义 那么当然我们还看到刚才这个函数定义 以及第十二行 调用这个函数的方法 调用函数 把一个参数传进去 就可以调用它 这个呢 其实我们反过的也看到 跟类似于刚才我们 调用 导入这个数学模块 然后呢调用这个球平方根的 那个例子是一样的